Hi everyone, this is Boo 今天我要給大家一個一分鐘教學 這一個單字呢叫做 GINX 好,那它本身有厄運的意思 那在國外的話呢 人家常會掛在嘴邊的 就有一句話叫做 Don't jinx it 那我一直在想說要怎麼樣跟大家解釋 第一個說法就是說 你不要把就是好運趕走了 譬如說假設你今天去面試一個你夢想中的工作 那你去interview完了之後好像 It went well 那人家問你說 就是這個工作你面試的情況怎麼樣 你說OK還不錯啦 那人家說太好了你可能會拿到這份工作吧 那你就說No, don't jinx it Don't jinx it 不要把好運趕走了不要講 或者是人家看到我就 欸不你前陣子生病啊 那看你現在氣色比較好 我相信你的感冒不會再惡化了 這時候我就會跟你講 Don't jinx it 不要插旗 我會想到不要插旗真的是很好解釋的 好 所以就是Don't jinx it OK Don't jinx it 好 不要把這個壞運帶來好運趕走 好 那我們今天一分鐘教學就先到這裡啦 希望大家呢都有美好的一天 好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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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